各位好,今天10月21号,我是五月三人,吃了文件袋 这两天有一个消息特别热,但是谁也不知道真讲 一边是说有12个地方他要进行教育改革 另外一边发了一个文件,不是发的,就是说内部传了一个文件 就是大家都在网上瞎传,说是要把9年义务教育制缩短三年 但是你说官方辟谣吧,他那用词又特别奇怪 说是没有正式消息 然后大家就惊了,说这什么路数 比如说18岁,你才能上大学 一般来讲6岁上学,然后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 这一共是12年,您18岁开始上大学 如果您把这个东西给改成9年义务教育 然后把小学缩减,初中高中都缩减,然后变成9年了 然后您等于是15岁上大学 这个东西,那就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扯 说这个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因为你15岁跟18岁 正好就是说这个时间段是人的那个,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成熟度 它是有巨大差异的 三岁那不一样 那个三岁差三岁那两个人,完全就是两个人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可是官方的辟谣又觉得,让人说的觉得有点含糊 说这事儿 一系列的这段时间的教改工作,就让人已经开始有点无所适从了 这个消息出完以后,转手了,我们又开始舆论宣传什么呢? 就是中国的舆论,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他一旦说什么事儿,那就肯定是某种方式引导 俗称,看你一敲屁股就是知道你拉什么屎 这个东西他拉哪团屎呢?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开始穆德,就是说德国好 说德国好其实没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德国首先工业制造大国 对吧?第二,经济不错 第三,默克尔跟中国的关系也还可以 所以说德国也都算了,是不是?说不定你还能从下水到旁边 挖出一油纸包来,里边还有维修工具的 所以你说德国,但是他就是为了让干嘛的 一看就知道,是德国的教育 德式教育其实很有趣 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德国生活过,只是去玩玩 但是知道一点点,德国很多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直接让你上大学教育 对吧?让你呢?干嘛呢?你很早就开始分流 有一部分人,就到了这个职业教育上 成为了非常好的工人 德国的制造业很多的情况下,是因为有极高素质的工人 蓝领工人,才成为世界上的顶尖的制造业的大国 这中国呢?一直也是制造业大国 但是我们的平均的工人的水准,与德国相比,那只是相差很远 咱们都别吹牛逼,因为你如果比赛一下 你可能说某一个领域,或者是说某些人,他有一个极高的工作能力 对吧?在这个工业上,包括在手艺什么的 甚至于日本也有很多这种人,就所谓将士 然后,但是你整体的水平,要比他们那个教育要差很远 他们在之前,在他们考学之前,就开始分流了 这个工作做的特别早 而您想想看,就是说,我们当今圣上,对吧? 我不说了吗?我们当今圣上想干嘛?想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斯巴达 工业斯巴达什么概念?斯巴达,您都知道,是一个上武的社会 然后,大家都是主业,就是练武,准备打仗 那咱圣上可能不一定需要这么多人打仗,对吧?也可能打不了 然后,但是他需要有很多的这种工人来进行生产 让大家各司其职,就是计划经济那一套,你这个东西,你有好的工人 你有这些东西,你就可以做的很牛逼,对吧? 你又还是制造业的大国,你还是可以挣很多的钱 你还可以在世界上,要五合六的,然后,嗷嗷烂叫的战狼,对吧? 那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们圣上是需要的 他非常羡慕德国这个东西,这可以看得出来 那德国的这种教育,它好,非常好 你学,是不是能学到?这个其实是有个问题的 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我跟大家从头聊聊这个 我呢,岁数大了,我是七十二年的人 我们那个时代,上大学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 非常少,你都别说上大学,你上高中,其实很难 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学少,对吧? 而高中毕业,它本身来讲,你其实出路是窄的 这个窄的,就是说你直接上工厂上班,你没有专业技能 对吧?你去上,你只能去考个中专什么的,重新再上 那考中专,大专,大专一样难考,也非常难考 中专实际上而言,那个也不容易,也相当不容易 所以很多时候在初中的时候,初中考高中,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剧烈竞争了 哪怕我在北京也是如此 当然了,就是说凭我这两下子,你也看得出来,对吧?上学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那是因为另外一个事情,没有办法在这边上学,我就只能够去计校了 计校为什么我能去呢?是因为我是工厂子弟 我父亲是首钢的工程师和一个小干部 然后我的分又够,那我那分你说我都要去,我要去个计校,那不是简单到死吗?对不对? 我就去计校上学了,首钢计校,第一计校就在首钢小东门,这应该是小北门里边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当时的计校的教育跟原来不一样 因为跟以后不一样,跟以后不一样,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教育 你看我哪怕是上的计校,我学的什么,包括英语,包括语文 还有我专业课都不说了,物理化学,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高中教育 然后还有加上职业教育,对吧?我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到了电工本 电工本,你虽然看这个很简单,可是两年之后,我就拿到了,两年还是三年之后,两年之后,我拿到高压的电工本 就是说我的专业,虽然是说它是一个微电,就是弱电,弱电领域里,弱电领域其实就是电子线路控制 80年代末,做玩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少的,我们那会就有计算机,我们有计算机课 我学,你想我这个,我去一个学这个东西的计校的学生,对吧?我会编程,我那个时候会编程 当然这些年已经,后来就忘了,几乎忘了差不多了,我们那个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 为什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当时像这种计校,中专这些职业教育,往往是什么呢?是这些大型的国有的企业,然后自己办的 那请的老师都很好,对吧?我当时班主任是,你以为是专业课老师,不是,教我们英文的 你知道吗?你能想想吗?这教英文的,然后呢,那这些,它不光是给你一个职业教育 它给你的更多的时候呢,是一些真正的通识教育 这个完全不一样,而且呢,它进去以后,你因为是工厂子弟,对吧?那接班呢,有那会儿还有接班 不用接班呢,就我们这帮人呢,你因为是工厂子弟,他是什么都有 从你,如果按它原本的设计,你只要是考上绩效的,不闹什么幺蛾子 按照分配给你分到工厂的某个厂去,某个岗位上去,你就是从开始入职 现在叫入职,那会儿叫上岗,你才是上岗一直到您退休 这个都给你包了,就都给你包园了,你就踏实实在厂子里干一辈子了 这种厂子是到什么程度?什么都有,您理解吗?什么什么都有 包括你的衣食住行 我们家那会儿为什么从城里,二环里边搬到这个,越搬越远 一直搬到石井山去,就是因为到最后工厂给房子 给你分房,大房子,离着单位又近,整个石井山区有一大半人是要靠着手钢来为生的 那就是给你大房子,你能够去住吗?那肯定去住 对不对?我们就去那边了,就是什么都有 如果我不离开的话,我就是从我上班的第一天,除非我后来有更好的出路 或者是说我特别牛逼,我就成为领导干部 否则的话,我就一直会在这个地方安安稳稳的工作下去 一生都是这样了 我可以不出石井山区,甚至于不出我们整个的小区这一片 就是我可以把所有的生活所需都能够满足 当然不知道找媳妇能不能找得着 钢铁厂吧,女性还是少一点,不过那也有工会 工会还有点组织,还可以给你组织相亲 说不定那会也能够找一个厂面我们一起幸福的现在生活在石井山 当然现在石井山已经完蛋了,就收缸奔造了 对吧?全完了,头两天人家给我发张照片 我还特开心的看着,这是三高路 这个当然是我挥洒汗水与青春的地方 但是没了,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景点了 是吧?它已经不是了 那个时代的这种教育 然后它后续的这些东西是完整一套制度 这套制度弄出来跟现在不一样 您现在我们原来前些年一直有教育大跃进 各种各样的院校,您比如说把原本的这个 叫学院或者三级那种什么学院变成三本 现在三本好没了,然后后来就是二本 然后这些原本是一个专业院校,后来变成所谓的综合类大学 综合类大学的什么985211,然后又开始各种各样的什么 就等于是人均大学生,教育大跃进人均大学生 现在的孩子除了分级分的很严重 要不然很多的时候你连上学的可能性都很小 对吧,你不太可能能够继续的去读书去上学 我跟大家说,我这有时候经常,我不是有时候 我现在还在资助着一些国内的孩子们在上学 当然女孩子基本都是女孩子 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女性能够多读书不是坏事 女孩子受教育机会少,这个也是现实 所以我宁可资助女孩子,我基本不资助男孩子 然后资助他们读书,对吧 他们能够上大学其实很少 我到现在为止也都资助过两个 能够一直考上大学,当然我也给人 一直让人读完大学,这个没问题 其他的都不行,真不行 这是一个阶层,还有一个阶层 就是让你尽量的大拨空子进了大学 甭管是什么大学 你只要有文凭,你拿着大学 至少你是个大学生 中国一直来讲叫什么 万般节下比唯有读书高 你上了大学 按原来的讲话,就我们时代的讲话 就有犯尽众举之兴奋 真的确实如此 我初中的同学没有几个上了大学的 我其实那学校还可以 六一中学,六一中学可能现在不行了 原来还可以 六一中学当时,现在有两个初中同学混的还不错的 都在部委,卫生部这些地方 人家这真的是能上大学 那就是全是精英 后来就全都是大拨空 教育大学进去 这产生一个问题 这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一直觉得上完大学之后 你就应该是一个白领做办公室 可是很多的学生 其实大拨空进去的 他并没有能力说是你做办公室 他最好的出路干嘛 你就是一个蓝领工人 你可以在那干你的技术工作 可是这一堆的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大学了 大家都会觉得说 说我这个大学生 我天天在工地上给人拧钢筋 这肯定不合适 对吧 你哪怕是去干很多的什么东西 你也不合适 所以你看现在只要有一大学生去送货外卖 去跑个滴滴 或者是原来北大毕业不杀猪去了 当然人家后来做的很大了 就是说大家都很惊讶 说怎么 其实这心理机制是什么 你作为一个宰相根苗 是吧 秀才 宰相根苗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 这种心理机制就很有趣了 但是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种东西 大拨空了 到了大学之后 你既没有真正学会 你应该学的这种谋生的知识 对吧 你又不可能说 你又不想回到去给人工地上干活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地方 就产生一个失衡 这个失衡其实是很严重的 这个很多人都不理解说 为什么现在很多看着大学生不愿意往下踏实坐下来 但是他又没什么本事 没办法 他是大学生 对吧 有可能他们家一辈子 这好几代人 终于出这么一大学生 这可能考的就是一二本 对吧 或者是二本下面一个某个学院 我名人叫三本 那大专 就原来说是大专都跟不上 最多算中专 但是人家是大学生 现在这就没办法了 对吧 而且你看那些专业 你自己想想看 你18岁小屁孩 你学国际贸易 我还能说什么 你学商务管理 大哥 您学什么商务管理 你会做生意吗 你 就这种专业设计 这种专业的设计以后 然后闭了业 怎么着 我还给你CEO 我捶你 神经病 所以这也不可能 很多专业又不太合适 对吧 那你做的其他的专业 就是他离开整个的整体的跟工业的契合度 就会差 我太太是哲大毕业的 她是化工的 她们这帮人就不一样 她们这帮人是纯实物的那种人 当时她同学一般都在什么保洁 这些公司里 后来创业的很多 那是不一样的 很多的专业设置根本就下扯了 对吧 而且年纪轻轻出来以后 你又不可能去 你又不想下扶身去干活 那就完蛋了 其实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你学不了德国 为什么 因为你蓝领跟白领之间 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这条鸿沟并不一定是收入 这个我先跟大家说 不一定是收入 因为中国现在目前来讲 很多的时候 蓝领的收入不一定比那些小白领低 甚至有的是高的 好多人就直接跟我说 说你看 说咱们这 现在的 你比如说抹墙 给墙抹腻子 那都算技术工人 对吧 他每天的收入是多少多少钱 你做一百领 你在那做办公室 其实什么 屁事也干不了啥的 你收入多少多少钱 这个中间 他已经不但把鸿沟填平 收入鸿沟填平了 就是这种大工 不但把收入鸿沟填平了 而且甚至又要高出去 对吧 而且要高 更受欢迎 是人少 但是 但是 两者之间的社会地位 是有天壤之别的 我们就一直瞧不起 你别看说他妈的公传党说 说我们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 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什么国家 白扯 你只要是在那 你在外边干着风吹日晒的 或者是体力劳动 你就是一个臭工人 你的权力 包括你所交往的圈子 包括社会对你的尊重 都不够 他尊重的不是人 他尊重的是一份工作 你哪怕一个月只挣北京五六千块钱 对吧 但是你每天坐地铁 穿着你廉价的 西装 然后加个包 可能你回去就是一个小的 一个隔肩 但是你是一个白领 你在别人心目中是受到尊重的 你的权力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受到保障 更多的保障 不是有多少 你是比他比蓝领的更多 对吧 蓝领连公 连真正自己的工会都建不起来 对不对 他们也没有跟任何的 跟资方进行博弈的能力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这种社会地位上巨大的差异 导致了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让你去学德国 因为德国你不管怎么样 包括德国 包括其他的工业国家 他们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个人权力是相对来讲能够得到平等对待的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始终把这个社会观念没有转变过来 然后你本身又不让他们进行这种组织包括工会 包括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力 让他们能够尊严的站在这个社会上 你就不可能破除掉这蓝领工人和白领之间的这条鸿沟 这条鸿沟不是钱 永远不会是钱 只能够是社会地位 只能够是个人权利 这个东西你要不能够破破除掉这个鸿沟 填平这个鸿沟 让大家都能够平等 说到底你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你只有在这种社会里 你才能够让大家说我蓝领也是份工 也是份工 白领也是份工 我不比你低 对吧 我不比你低 我也不比你差 我们是在社会里都是平等权利的人 只有到这个时候 你才能把这道鸿沟整个填平过去 你才能够去学那些工业国家 他们发展了这么多年 他不光是发展这个工业 他发展的是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包括这些个人的权利 这是相辅相成最终走到了今天 而不是说我今天就跟李鸿章说 李鸿章那会似的 你真的你会造船了 你真的觉得你真是船间炮利了 不是 他背后的东西 才是能造出这个船的基础 就这么简单 好 谢谢诸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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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